大家好,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一览国学,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,曾世强想要脱胎换骨,涅槃重生,记住这五点。 点个订阅,每天与你分享新知识,千万不要错过下期精彩。 曾世强想要脱胎换骨,涅槃重生,记住这五点。 人生在世,谁都会遇到不顺心的时候,正如古人所言,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。 当我们没有靠山,没有金钱,没有人脉的时候,我们能依靠的只有自己。 在人生的低谷,如何能够触敌反弹,反败为胜,实现脱胎换骨,涅槃重生的目标呢? 曾世强教授给我们提供了五个宝贵的建议。 一、服役处要潜得过。 在人生不如意的时候,我们要学会在心灵上给自己找一个出口,将烦恼和忧愁排解出去。 正如国学经典《论语》中所说,是指于道,而耻恶依恶使者,为足于义也。 一个有志向的人,应当以追求道德为己任,而不是沉迷于物质享受。 当我们心灵有所寄托时,自然能够从容面对人生的种种福意。 在不如意的时候,要学会找到方式排遣。 人是情绪动物,如果长期抑郁,没有消遣的出口。 很容易欲结在心,积压成疾,遇到不顺心的是,要学会用自己的方式消化,心胸豁达,才是乐观积极的处世之道。 在服役处潜得过,还需要我们学会调整心态。 有一位名人曾说,当你无法改变环境时,那就改变自己。 在人生低谷时,我们要学会适应环境,调整自己的心态,而不是抱怨,逃避,如此,才能在逆境中磨炼意志,培养自己的任性。 二,清苦日要守得过。 人生在世,总会遇到一些清苦的日子。 曾世强教授告诉我们,要学会在清苦的日子里坚守。 这里的坚守,并不是要我们消极地忍受痛苦,而是要我们积极地寻找生活中的乐趣。 在清苦的日子里,我们可以通过学习来提升自己。 国学经典大学中提到,修身齐家至国平天下,在人生的低谷,我们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修身养性,学习知识,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。 这样,当机遇来临时,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住机会实现人生的逆袭。 在贫穷的时候,要守得住自己的本心,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自己的底线,坚定自己的信仰,不能因为吃不了苦。 放弃自己的初心,为了金钱,做自己不想做的事,更不要为了利益,做出违背良心的事。 此外,我们还可以在清苦的日子里培养自己的人际关系,通过与他人的交流,我们可以获取更多的信息,拓展自己的人脉,为将来的腾飞,打下坚实的基础。 在人生低谷时,我们可能会遭受到一些非礼的待遇,面对这些,我们要学会忍受,这里的忍受并不是要我们逆来顺受,而是要我们在忍耐中寻找机会,以待时机成熟,实现反击。 遇到他人无礼的指责。 要学会包容,大度能容,是一种态度,更是一种境界,对强者而言,不必与蛮横无礼的小人计较。 正如狮子从不理会疯狗的叫嚣,真正成大事者,必然有一颗宽广博大的胸怀,忍人之所不能忍,才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成就。 正如论语中所说,巧笑倩息,美目叛息,素以为炫息,何谓也,在逆境中,我们要学会保持一颗平和的心态,用自己的智慧去应对一切非礼的待遇,当我们足够强大时,自然能够化解这些困境,实现人生的翻盘。 四,愤怒时要耐得过。 在人生低谷时,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令人愤怒的事情,面对这些,我们要学会忍耐。 正如大学中所说,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,身有所奋制,则不得其正,当我们处于情绪波动的状态时,是很难做出正确的决策的。 因此,在愤怒时,我们要学会冷静思考,忍耐一时,以免做出过激的行为,在愤怒的时候,要学会忍耐。 成大事的人,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,不要被自己的情绪左右,做出冲动的事,让自己追悔莫及,忍一时之气,免百日之忧。 5. 事欲生要忍得过 在人生低谷时,我们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,事欲,是指过度的欲望。 过度的欲望,会使我们迷失方向,陷入无尽的痛苦之中。 因此,我们要学会在事欲生时忍得过,保持清醒的头脑,坚守自己的原则。 在欲望产生的时候,要学会克制,人的欲望是个无底洞,如果不加以克制,放任他自由滋生,将会把我们拉进无底深渊,不能自拔,事欲深者天机浅。 欲望太重的人,终究难以长寿,学会克制自己的欲望,清心寡欲,才能修身养性之道。 在忍得过事欲的同时,我们还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。 正如《论语》中所说,君子时无求宝,居无求安,敏于事而甚于言,可谓好学野矣。 我们要学会在物质上知足常乐,而不是沉迷于物质享受,这样,我们才能在人生的低谷中保持清醒,等待触底反弹的机会。 大多数人,没有背景,没有权势,没有资源,想要重生,只能靠自己,靠自己狠下心来。 不管是在事业上,还是在生活上,想要翻身,就必须对自己狠一点。 当然,这并不意味着他会不择手段地达到自己的目的,他只是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一些,在必要的时候。 他会毫不犹豫地做出决定。 一个人若不狠下心来,就永远不可能摆脱救我,永远不可能重生,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自己。 如果你对自己不好,生活会对你不好,只有对自己残忍,生活才会对你温柔。 想要重生,想要出人头地,很简单,那就是对人对事,对自己要狠。 而且,许多时候,只有鼓起勇气,狠狠地对待自己,撕破虚伪的人格面具,才能真正地回到自己的本来面目,活出最真实的自己。 鲤月月龙门这句话,相信大家都听过。 传说中,鲤鱼越过龙门,便可画龙。 这就是那句金铃池终生,风云起而画龙的由来。 在这个故事里,一代又一代的鲤鱼,都希望能实现这个神话,化身为龙,并把这个神话传给子孙后代。 千万不能忘记越过龙门的目的,然而现实是残酷的,从来就没有鲤鱼能越过龙门成功的,在龙门附近有一只活得很久的乌龟。 他见过几代鲤鱼都是败过,多次劝他们不要做无用功。 说什么鲤鱼越龙门,不过是一场美梦罢了,快点醒醒,不要再做这种毫无意义的蠢事。 对乌龟的劝告,锦鱼倒是看得很开,是啊,鲤鱼越龙门,也许永远也达不到,但是正因为有了这么高的目标,我们才不断提高自己,你看,河里的鱼儿,还有谁比我们跳得更高。 虽然没有鲤鱼能越过龙门,但越过龙门,化龙为龙的理念,却激励着鲤鱼们不断地向龙门发起挑战,以此来牟利自己,增强自己的生存能力。 从个人的角度来看,对自己的要求越高,才能激发出最大的潜力,越是想要脱胎换骨,就越要不断地要求自己,不断地挑战自己。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这句话,你现在是什么样子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你想要变成什么样子,现在的情况不是你最终的目标。 如果你的状态不好,你可以改变,但是你必须要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,如果你觉得自己平平无奇,那你的前途就不会太大。 如果你励志远大,并且想要重生,那你的梦想就有可能实现。 所以,你不妨自律地将人生目标定得高远些,设定好目标后,你还要要求自己全力以赴地去做,想方设法提高自己,如此,相信你一定会越来越优秀。 最终脱胎换骨,成就最好的自我,退一步讲,如果最终因为种种原因,没能实现脱胎换骨般的变化,至少你也会比目标定得太低的人优秀得多。 真正的智者,要懂得审视夺势,若是鸡未到,要懂得隐忍蛰伏,藏气于身,当时鸡来临时,才能一飞冲天,在不如意的时候,记住五句话,让你在逆境中涅槃重生。 总之,在人生低谷时,我们要学会福意触减得过,庆苦日要守得过,非礼来要受得过,愤怒时要耐得过,以及事欲生要忍得过,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在逆境中不断成长。 最终实现脱胎换骨,涅槃重生的目标,曾世强教授的这五个建议,无疑是我们在人生道路上的一盏明灯,指引着我们前行的方向。 喜欢本频道的内容吗?点个订阅,千万不要错过下期精彩。